我跟国洞就是看完这个真的笑掉大牙 就是我一直在讲足球和中国足球 是吧 规则和中国规则 他爱按我真的 这笑掉大牙以及一笑大方 就是丢人 共产党这帮孙子 就是他们所有的用到的里面 就是所谓的用他们的所谓的伎俩 弄虚作假 坑蒙拐骗 所谓他们以为的以为 他们的孙子兵法 你看这帮孙子能把场地 因为你知道 这个国际足联 有国际足联的这种 整个的规则 场地 长宽高 球门对吧 没有任何 可以说你自己 来修改的 共产党你自己 弄一比赛没人管你 你爱弄就像国务说的 那个跑接力最后都 这个400米 让8个人跑 本来都要4成100米接力 4个人跑 他弄8个人跑 是吧 那你自己玩你可以 但是 国际足联基本上的规则要求里面 长宽高 他就有规定的 你是多少 他就多少都定了 他这儿 他能给你 往里基本上 一米 一米多 是吧 给你往回缩一缩 问题是 你把 他认为缩了以后 他就有力了 你中国队原先的训练 你都在这种场地里吗 你也是按照这个来训练的 你所有的从小学 从你的青少年 青年联赛 中超 你的职业联赛 你的场地跟这个一不一样 对吧 你就这两天 你认为 你把场地缩小了 你就有力了 你就能赢了 你就对日本人 日本人也不利了 对吧 就只有 你有力 你是不是也得 难受吗 而且 这帮孙子 为什么就是 跟着共产党走进火荡场 而且你跟着共产党 没有理解 你赢了 都是党的 你看 他告诉你 你看 你为什么赢了 我把场地给你们呢 弄小了 你别以为 你们踢的好 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功劳 你骂他输了 他不说了 他不说他把场地弄小了 他说 你看你们这些笨蛋 我把场地弄小了 你们还没赢 是吧 这都是共产党干的事 他们真的就是 搂到家 他们都不知道 足球这个行业 这个项目 他需要从小的这种训练 而且我告诉你们 大家 发脚球 任意球 它是能你拿场地缩小了以后 你认为人家就踢的不好吗 对吧 我们踢一脚球 我国动知道 没有数学啊 我告诉你 比如说我们拿 我跨着一脚 分量全都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和我的脑袋里 我的神经控制 我这个白腿 用力 发力 用的力量 这个小腿的摆动 以及我的部位 是吧 我啪一脚 我啪一推 所有的都在你的神经里面 你的脑子控制 而不是说 两个东西 我先打断一下 先打断一小时 我突然想起来 重视 日本前面两个 有两个得分是脚球 上天堡是脚球 是不是因为 他缩短的地域 他这个脚球 威胁更大了 他妈的 你看这个没想到 把脚球 把脚球的威胁更大 两个脚球进来 进来脚了分啊 没错 对啊 这些妈妈的 中共的丑 假丑 中共的愚蠢愚昧 体现在方方面面 这方孙子 就是说 甭说他的礼仪了 甭说他最基本的尊重了 几万名球们一块 这是国际 比赛简直是不可能的嘛 你可以在加油当中 你可以在那 你可以为自己放啊 加油 包括你续对方 包括那 没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 我们代表国家队 打过这么多比赛 打了这么多世界杯的课场 我没有一次 在课场里面 听到 中国国歌的时候 人家全场球迷 来虚中国队的中国国歌 没有 只有在咱们这个吧 炒蛋的 中共的统治底下 所有我们的国民 被中共奴役愚昧 教育成这个样子 洗万名球 一起 是吧 虚对方的国歌 揍国歌的时候 这都是共产党统治节 咱们出现的现状现象 可悲可怜可恨 真的太可恨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球员 所有的人 都是替罪羊 对吧 你看 刚才国总说了 中国队丢了两个球 都是被人搅球进的 我就问问你 你这个缩短的这些人 要不要负责任 是吧 你们去把草皮弄厚 把草皮有意识 撒更多的水 来去那个 滑倒的是你的球员 是吧 最后缩短的是 人家进的时候 利用你的最后场地 缩短进 包括咱们太多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有一年 没告诉你 到了沈爻打比赛 当时还是大连万达 跟沈爻 他们下了血 有意识的不怕血扫了 完了在场地里面 挖了坑 别告诉大连队 完了叫有坑 你们跑的时候 注意那 有坑 别注意点 别崴了脚 这都是他们干的 就是大家用这些东西 他们要输 该输输 该几笔零几笔零 你以为你们就能躲得过去吗 是吧 共产党老是感觉 我给别人发了陷阱 好像自己就掉不进去一样 是吧 弯道朝鲁 你们这帮孙子 全都是他们干的 在别人的休息室里面 按窃听器 这都是魏少会干的 就是世界杯女足 这都让人发现 共产党你们所有的人听着 就是后来都编过一句瞎话 是吧 你们所有的干的事 是我编的吗 这个是你们明目张的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这帮孙子你说你们造假 也把之前的都涂一涂 对吧 把痕迹抹一抹 就像这些你们放病毒一样 是吧 你们也造假做得好一点 我告诉病毒时 都海电视台出来 就跟这一样 你看 他们造假把之前的这个 线还在那呢 对吧 你看一看 多么的明显 你说 他到了国际上 大家怎么来评价他们 是吧 国东 你真的 你自己想想 你有没有过 他说 他说 以前那个画的大了 太可怕了 是吧 国东 真的 你讲讲 有没有就是 咱们地球里面 我补充 我补充 这个是 这帮孙子干这个事 是有历史的 有传统的 96年 96年 然后讲讲咱国内的事 96年 我那时候骑甲壁 我青岛海牛 对阵 客厂对阵 天津火车头 那时候应该海潮在那 海潮在那 头一天 市场地的时候 火车头那个场地 本来就很差 没有下雨 天气很好 市场地 场地是有点不平 到第二天 倒霹在场地 傻瓜了 你看那个场地 全是水 把地浇了 后来问了 我就问了海潮他们 就那时候在那 我说 怎么这是什么战术 哥们 怎么把身子兵法 用上了 咱就七个足球嘛 把身子兵法也用上 他叫场地工 老大爷 晚上一宿啊 把那个水龙头管 就照着场地浇 而且还用厨头扣一扣 那个水多了 就让他扣上空 因为咱那时候 清浪海牛 是排在前面 我们那年升级了嘛 从中甲到甲英 我们边路上 有两个快马 一个汤乐部 一个流浪员嘛 他叫你们快马 快不起来 就把两边全浇上水 快不起来 进去前面 那个地方还滑上空 那个地方都不用管 球过去以后 就落水里 人就崩溃了 那个球去了 这当时 这火车头干了事 这就是 你看这帮村子 这帮村子 干这个坏事 是有历史的 他用他上手段 我地面配合 打不过你 我把这个地 浇烂了他 你传不起球来 弄得你措手不及啊 那就是我们输了 真输了啊 客场输不及还输了 以后 国度 你讲晚了 你讲早点 共产党就用上了 对 说小传递没有在挖坑 对吧 销成 国际组联 你看啊 为什么说 中共 它永远赢不了 国际组联 没有规定啊 水 到了多深以后 比赛停止 对 停止 没错 知道吧 就是 你可以下雨 可以 我们可以在雨天梯 没问题 但是 如果 这个球 要飘起来了 那要的 马上停止 不比了 等人 完了以后 符合条件了 再比 现在的足球场 国际组联的 包括国际上的 真正的这种职业联赛 顶级的俱乐部这些场地 那不可能 冬天 是有采暖 地暖 地下 是吧 夏天 正常的 多少 厚 多长 多那个 皇家马德里的主场 伯纳乌 已经啊 底下啊 可以 七八层啊 就是可以降下去了 啊 完了 等着 不知道怎么要需要再升上来 啊 已经成这样了 啊 已经看你 就是 现在 中共 啊 你们low到 画个线 弄个 这个 缩小个场地 最后都留下痕迹 啊 你们这帮孙子 都low成这样 你说 你们造假 作弊 都不行 啊 这就是共产党 他那个 好像应该像 立体车库一样的 就是 他 这场就踢完了以后 可能第二天 还有比赛的话 或者有什么 他马上这个草皮 马上就 他会降下来 然后 好的草皮再上去 然后再 给他恢复 然后坏的草皮 降下来以后 然后人工就在下面 就马上就修 修草皮 你想想 人家是让你更好 是吧 来去发展科技 发展保障 发展让你更好的 施展你的技战术 是吧 我争取赢 而不是 怎么让你 越来越坏 越来买了脚 这个这个 积了水 是吧 完了缩小了场地 你大爷的一共 这个 你训练的时候 大家比赛的时候 都这么宽 这么长 你把它缩短了 缩小了 你认为 对方 制造困难 你不是困难了吗 这帮说的 他从来不行 是吧 对方困难了 你不是困难了 你不困难 你踢的 这个 等着你进攻的时候 你的场地变大了 人家就变小了 人家进攻的时候 是不是 大家都是 在一个 相同的环境里面 你只有 把自己的能力 水平提高了 而不是用这些 下三滥的手段 当然了 你主场的优势 这没问题 你省得了 周车劳顿 是吧 包括你一些 什么高原的反应 或者什么 你可以 对啊 去到昆明 没问题 是吧 你可以啊 我们八艺队 一年的主场 在昆明 但是 你不要以为 你的主场 你高原 你就是优势 相反 你弄不好 你一样劣势 你下来以后 你待过了 一个星期 十五天以后 你再上去 如果你超过三天 你一样有高原反应 别人三天之内 上去了 会适应一下 第二天 第三天 一比赛 打完总人 没有高原反应 你的高原优势 也无从说起 你不要以为 好像是 你要有 要是这样的话 那西藏足球队 是不是 大家 到西马来亚山上去 尼泊尔冠军 对吧 永远 大家都在那 记得了 是吧 他永远都冠军了 他不下来吗 是吧 他永远在上面 而如果 别人也 一直在上面 别人也适应了 是吧 这里面都是 相辅相成的 他不是共产党 你想的这样 共产党 这帮王八蛋 操蛋的就在这 赢了 他说是党的功劳 输了 他告诉你 你看 我们弄虚剁假了 你都不赢 他把所有的问题 最后都转压到你身上了 他突然不说 他的制度 他的土壤 他的体系 他不说 就像他 改场地一样 你看 他把场地化小了 被别人进了俩脚球 别人说 对吧 谁做的这个决定 是吧 谁让你这样干的 我坚信 全世界没有一个主教练 高水平达 许美宝他们不说 这帮孙子绝对干得出来 国外的这些职业教练 没有一个人 在比赛场 在比赛之前 会告诉足鞋的人 会告诉说 你们去把场地给我画小点 没有一个 人家哪想得到 不可能 因为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 你但凡作弊 但凡造假 但凡用一些 低级的手段的话 你永远走不远 永远没有高水平 是吧 很明显的一个 你行 你天天看录像 天天研究 天天那 没心 你天天看 你怎么他 左脚该进球还进球 是吧 你们当年 大连万达 你们天天研究我们 这个 浩海东高峰速度快 你防了呀 你们天天有录像 对吧 他该过你还过你 该进球还进球 是吧 你不能拿这个东西 你来去说 把他腿给弄折了 是吧 把他 他离这个 上场之前了 给他们 弄点这个 这个半马锁 是吧 给他下点药 你不能干这个 是吧 中共就想着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看见 也有了 这些孙子就 全场几万名球迷 来需对方的国歌 做国歌的时候 这简直是 对于所有的人类来讲 你这是 作为一个民族 你太太的丢人 就是你 你的整个的文明程度 都没了 你还在马安方时代 大家在石器时代 这就是中共的恶 就在这 他们不光需对方 他们还需你组队 你可别忘了 这帮孙子 你可不要以为 共产党最后 就会被这些都反食了 一定是的 他们能虚日本 就一样会去 虚你的组队 骂你的人 有太多了这样的 例子 好烂 我再补充一点 刚才讲的 咱就是沈阳海事队 我记得很久 99年 我在全民环绕 课场打年初 他下雪 这帮孙子不但不出雪 他是把水 把那个雪上浇上水 动成冰 你站不站不住 我们环绕也输给他了 站不住 你什么快马 都冲死马了 上去就打 人家有准备 我们后卫穿了 那六零鞋 根本站不住 这么说 就浇上水 浇那个雪 冰 打成冰球了 不是足球了 成冰球了 拿了盾上去 他们从来不想 是吧 从来不想 把场地弄好了 把技术提高了 把水平提高了 不想 他们是怎么想 把这个东西弄坏了 对吧 我来去占了点便宜 对吧 整个对行业 整个 这个职业 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就是中共 我去补充这点 杨范兄弟 行 杨范 你这种做得这么烂的 这个做假 做旧 是吧 然后反骨 你这种东西都 都做 都超作业 都能超出林淡来 你说你这啥水平 就是 而且你看 真是偷鸡不成18米啊 改场地 改场地改小了 想让自己 结果自己还就在这个 他改完场地 让别人得分 你说这种 有这种愚蠢下作的人呢 真没有 你包括这种 完全就是 共匪统治下 就是拉低这个 整体中国人这种 素质 道德水平呀 这各方面呢 就在世界这种 丢人现眼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 这种状态下 就是说 他已经癫狂了 已经走出了 人类这个范围之内了 他已经就是 他已经非人类化了 然后呢 他 他觉得他现在是 通过 哎 你看我科技呀 发达呀 是吧 我消费都不用钱了 是吧 他以这种东西来 来炫耀他 他这是国家发展壮大了 是吧 你比如说体育方面 弄虚作假 这种弄虚作假 是吧 我如果 这个女运动员跑的不行 我换男女运动员 我就硬争点说瞎话 他就是女的 是吧 我跑赢你 我也算数 是吧 如果实在男 男顶女顶不成 那我就给你下药啊 对吧 给你一个兴奋剂不行 给俩啊 反正只要你当场吃不死 是吧 你给我拿了金牌回来 行 是吧 你下半身 是死是活 跟党没关系 党让你辉煌了一次 你知道 就像郝总说的 我 我给你药 是让你辉煌了 知道了 不然的话 你能得世界冠军吗 对吧 你吃死了 吃死了 别人也吃了 为什么没死 就你吃死了 你身体确实不行啊 你前生就不是 做运动员的料 你看 这不要脸的就是 他左右都是他的话 你知道了 永远跟他无关 是吧 他的伪光正 怎么样树立起来 就是这种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 那年在赵庆 我们就是当时 不是 要 这个这个 三从一大 贯彻这个 开始跑万米跑 96年亚洲杯之前 我们在赵庆 每天 上午就是一万米 围着田径厂 塑料跑道 要跑一万米 怎么跑 就是各个方式啊 先跑 一百五百 八百 四千 然后十圈 八圈 反正一个 反正跑完一万米上 一开始 跑 前不到一个星期 跑 我个 大家 那穿着都是 这种 流鞋 跑鞋 那次啊 这种 对 我 你看 磨脚嘛 全都磨破 跑啊 磨破啊 脚底啊 这帮 孙子 最后说什么 说你看 你们就是跑得太少了 磨出茧子来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 没有一个 安红 我告诉你 全世界 没有一个足球运动员 像我们中国足球运动员这样 跑马拉松 跑一万米 蹲杠铃 蹲成一百多公斤 握推 安红 我握推都一百公斤啊 我告诉你啊 我九十公斤 我现在啊 随便推八十公斤啊 就我现在 我告诉你 我现在都推八十公斤 我都 我告诉你 已经神经病 就是我们的外员 来到中国 那都杨克维奇 那都是 阿迪尔森 那都在 最后在韩国都踢完 都 37岁 最后在韩国 追加外员 在韩国当教练 杨克维奇 那是 这个这个 保加利亚 拨脚 给拜尔巴托夫 最后 这个这个打替补 在前南 在塞尔维亚 他 入选不了国家队 潘塔 那是前南 南斯拉夫 对吧 当国家队的 拜尔格莱德 红星的10号 他们都傻了 金力量防 看我们 一吨高零 一百多公斤 呱呱呱呱 一握推 我百八十公斤 我几十公斤 他们都吓死 你们这 这么干嘛 神经没有的 我们就 练成这样 狗屁都没有用 跟足球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他们一定要让你 告诉你 你输的 输完以后 你练的不够 不认真 不刻苦 不团结 不努力 这都是共产党说的 完了 人种不行 体能不行 心理不行 临门一脚不行 共产党所有的规则里面 对吧 还有一个 我就说了 足球和中国足球 对吧 投球一个算两 这都是共产党 干的吧 对吧 我们 对 万米跑一个月 然后从来没有过 我们 一个月 国东你要知道 我们在赵庆 一个月呀 比赛完了 去打的亚洲杯 我可没法踢了那球 我一上去 第一场 内侧夫人在断 实力 李明 脚腕子 完了 所有 很多运动员 全胜 根本就跑不了 他认为 跑万米 你能 体能不行 他认为 这个训练 跑万米 就是练体能 你看看 我一天 我一天三练 早晨六点钟起床 出个早操 上午一万米 下午所谓的动球 动球 三个人两个人 从这个 进去线 踢到那个进去线 国东 天天天 联手没人 江洪 最后都踢出回队了 说不行了 其实了 我那个练不了了 我这个 这个邀请 回去了 我是请跟 好耳朵一过一 全场 我把他拉了快了 就行了 完了 江洪告 不行了 今儿我得回去了 我咬牙 我牙都咬碎了 不行了 就是神经病 就是 他告诉你 你跑出 剪子来 就好了 你 因为为什么 你跑出血泡了 因为你原先 练的不够 跑的不够 没有一个运动员 足球运动员 是跑万米 就是当我们 告诉外援也好 告诉所有的这些 职业球员也好 后来了 就是职业化学来 有外援了 有外教了 他们说你们 确实是神经病 他说 你们怎么可能 因为你如果 匀速跑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所有的肌肉 肌肉那个 全部完蛋 全都没有爆发力 全都没有力量 只能在这 匀速当中 就一个点 不能急停急转 没有爆发力 不能弹跳 不能有反应 不能启动 没有速度 你可以一直匀速 像老太太 是 他们认为马拉松 那就是有耐力 他不知道 马拉松运动员 全部都是匀速 他不可能 是有急停急转的 你让他停下来 再跑他就完蛋了 是吧 但是足球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 这个项目 他是需要急停急转 是需要变速变向 是需要跳的 是需要对抗的 还要跟 这个对方 来去争抢的 对吧 有重心的 还要用脚 去 这个这个 运的球 传的球 对吧 还有配合 还有这个提前量 还有预判 还有很多的 这个 因为他最大的场地 人数最多 所有的这些因素 他不管 他单单拿出来一个 告诉你 比赛输了 是因为你体能不行 他们的体能里面 没有别的 就告诉你是有氧 是马拉松所有的 是吧 没有 柔认是不是体能 反应是不是体能 弹跳是不是体能 这帮孙的 不管 对啊 郭东 这些 王八蛋 就拿这些 来去管理着 运营着 来去弄着这些 所有的项目啊 你不要以为光是足球啊 他们什么羽毛球 都是一样 只不是 他们是专业 人家是业余 他们赢了 对吧 你不要以为 共产党 你们这帮孙子 好像 我这个 制度优势啊 你们这些王八蛋 是因为你是专业 人家这边都是业余 有牙医 有外卖小哥 有你们 送快递的 真正的职业化的 你们没有一样能力 就是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 总局的这个体系里面 就是都是老一套的 这个教案 以前 比如说 我的教练怎么带我的 然后我再去 带下面的运动员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想想 就是说你 当你的教练带你的时候 你的感受啊 你的一些东西 融入你的东西 或者你在国外学的 看到的 人家怎么练的 你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 在咱们那个体系里面 永远 反正至少 我们在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都这样 一套 然后我们 一个组 差不多有八 是八个人 然后 你这八个人 你肯定每个人的能力 大小 各方面 他运用 你的技术 哪好哪不好 这儿 他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永远 所有的人训练 才是一样的 就这么 一大锅饭 就一块练吧 就这样子 所以 他永远都好不了 你一旦 如果说 你输了球的话 那肯定就是你 你看你没有按照 原的老的那一套训练 你所谓的操心 你这个不行啊 什么的 然后 那肯定 一辈子这么说了以后 这教练心里也 也发虚啊 是不是我练的不对啊 可能你 你还又按照老的那一套训练 所以就是 所以现在的中国足球 就会输日本7比0 对吧 就是徐哥马说的 要坚持六次 我们赶超日韩 就要坚持六次方针战术 抢B维接船转 我觉得全世界 你们任何一个教练最顶级 从卡贝罗里皮 福克森到 瓜迪奥拉 到目的鸟 有谁知道 抢B维是什么 你看 就是我们 就羽毛球来说的话 呃 当时 你看 我有一段时间还跟着 就是他们男队 就是 李毛就是 他当时带 在懂久深聚他们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 下午的体能训练 有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 男队训练 然后那也是跑十个四百米啥的 就是才是这种体能训练 当 后来李毛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我说 不需要跑长跑 你看 他就知道了 他不需要跑长跑 你不用跑长跑 嗯 我们就练专项就行了 你就可以了 什么的 哎 其他教练从来都没有人听他 听任何教练说 不需要跑长跑 不需要跑步了 从来没有 嗯 这就是你有没有见识 你有没有去去外面学习 你看别人是怎么样怎么练的 你所有的这些教练退下来也好 就觉得哎 中国的世界冠军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就按照那一套方式练就可以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嗯 我就想说一句话 这个踢足球真的不是体能好 他一定要脑子好 嗯 国栋给我们介绍一下 国栋兄弟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您选了这个视频 哎呀我看了很热血沸腾的 很棒那些小伙子小孩子们 嗯 嗯 呃 这个视频咱前面一直想放明放出来啊 对 对 这还是个启蒙 其实还是个启蒙 就像我和那个就是中国小学 包括咱们 咱们最早的时候在国内看的是排球女将 没错 咱那时候在小学阶段那个时候 看了排球女将 看她那个这个电视联系剧 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教练 看了以后马上开始练 看挖跳又开始那个排球女将的 鸭部走 走多了 对 他没有数 咱们那时候学校的体育老师 没有数 走多了以后 就是 鸭部走挖跳跳多了以后 上厕所蹲不下 那时候蹲毛孔嘛 小时候都蹲不下 忽略 他没有没有这个量了 啊 那么就说咱们小时候就是看这些 这个相当于小鹿纯子啊 包括到了这个足球小匠 刚才放那足球匠 大空 叫大空翼吧 小翼啊 大空翼 这些对少年接着 青少年接着就是一个启蒙 啊 偶像的力量 到了 配合上 你看日本 日本足球 这些足球 这是三十年 三十多年 为什么 到了两千多 两千零三年 日本女足就拿了世界冠军了 啊 人家通过这个宣传 就是电影 动画片也好 结合着人家健全了 陪 青少年培训体系 人家的结果就出来了 那个女足拿世界冠军 男足进入世界霸桥 年年进入 年间间进入世界杯 啊 人家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好 我就说这些 我看时间 又给东哥 对 这个大家看见 刚才那个抢圈 我们所谓的抢圈抢劫 这个外面五六个 里面三个 中间还有个自由人 刚才我不知道这个 视频是谁剪的啊 就是他能告诉 这个 给你指示出来 这个人 是吧 让过来身体 就是 哎 现在这个在圈上的这个小伙子 这个就是我们从小 没有几个教练员会告诉你 你们应该这么样来去接球 传球 站位 抢圈 你看他们基本上 站成十字 对 一样是 你都站成了方块 完蛋 是吧 一个脚站一个的 你就完了 啊 站成十字 很难抢 是吧 是吧 我们在中共里面 没有几个人 徐根宝他绝对不会告诉五磊什么这些人 你应该这么去接球传球 他所谓的抢壁为接船转 他妈的接什么转 转什么 是吧 怎么接船转 是吧 怎么就接船转 你怎么站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站位置 你不能 脸冲着一个方向 你一定要 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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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圆脚 可以拉过来的这种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意识 没有这个 你练死了 你他妈跑 一万里 跑十万里 你也抢不着球 你也永远在里面 抢圈 这所谓的抢圈 国动 我17岁的时候 入选国 啊 入选国家二队 就是这种训练 在国二啊 国家二队 一个15分钟 我进去过一次 他们都抢不着我 我永远在外面 在八队一样 我不可能 而且我进去 抢两下就被抢出来了 韩金明 那是天津队的 所谓的旗帜性人物 也进过国家队 进过国奥 当他有一年 去到国奥越野 抢圈的时候 他还是这么脸 冲着一个方向站着 那时候都四十多了 我们都 后来抢了几次 我说金明 我说 我说你就一直 踢到现在 就是这么样呗 我说你怎么还 这个一个方向 我说你得这么站着 把身体测过来啊 哦 他才恍然大悟 我说你这样 你永远在里面抢吧 对吧 我永远在外头 你体能站好 那韩金明 拼命三郎所谓 他永远会再抢 永远去抢 对啊你抢吧 你永远再抢 我的球 我就站在那两步 我就这么 我就这么一下 你就永远抢不着我 但是共产党会告诉你吗 他们输了球 会告诉你 啊你体能不行 熟人 什么迷门一点不行 对吧 抢兵迷不行 揭穿软不行 这些王八蛋 从来不告诉你 应该怎么站 对吧 应该怎么接 球来之前的选择 而不是球来了 你才去动 而且就是一步的事 那一个支撑脚的事 啊一个转身的事 啊所有的这一切 妈的 你们共产党管不管 青少年的教练员里面 有几个人懂这一个 这一下子 就这么一下 你刚才看见 他所有的指示 都是这样 是吧 我得球这么样 而不是这样 这个腿一定是这么站着的 但他不能是这么样的 你就完蛋了 对吧 你得看着球 看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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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足球 但是共产党呢 里面有几个人 会告诉你呢 他告诉你 郝海东 你为什么反对 这个身体素质测验 是因为你跑不过12分 是吧 他他们是认为 这么样的是一个概念 他们从来不想 足球这个项目 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从来不看看 因为老一带有 国外的 一带有比他们更好的人 来了 来训练了 来指教了 来来来 他们就没有饭吃了 他们就没有饭碗了 徐根导 咱们第一个 所谓的外教 是到了我们国澳啊 国澳你要知道 叫鲁迪 我们国澳当时在昆明 东迅 来到的一个外教技术顾问 陆迪 给我们 当时来了 那时候国澳刚 这个组件啊 没过两天 徐根导就不愿意了 因为他一看 他在这教的东西 比他的好啊 而且我们也不用你 你把他整天开大脚去抢那个球 对吧 首门员拿了球 分给中卫 中卫给编欧卫 首门员拿了给编欧卫 把球传起来 帮他妈一给 球上去就一脚 对吧 一脚长传什么 头上过 直接找你妈前锋了 蔡胜摘标一蹭 我跟张军就捡漏去了 他看了所谓的英国的 这些他就认为 这个简单能进球 因为沃特福德 他赢了中国嘛 三五比零 他认为这个行 鲁迪当时来到这儿 没两天以后 人家在那儿 场上知道我们的时候 他就看不过去了 这个孙子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他就在那儿胡翻译 他就开始上去 哎 他应该这样子 其实人家不是这么说的 拿球给编后卫 不是他说的拿球什么 到了前面去 但是他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让这个人 老呆在这儿了 没两天 这人就给赶走了 他不行 他就说不行 这个那个的最后 为什么 因为我们更愿意 我喜欢这样的教练 那他就受到威胁 所以他就说人家不行 这些孙子全干这个 包括史拉普纳兰 包括这些 他所谓的助理教练 这帮孙子从来不提好作用 只会在队里面去挑拨 去来去增加队伍的矛盾 来去搞小团体 这些孙子全是干这个 自己从来没有替过职业联赛 从来没有在国外 这些职业化的职教过 在国内的职教的职业化开始 以后没两年 这帮成绩越来越差 是吧 到了哪个队哪个队不待见他们 在大连万达1999年 差点大连万达降级 这都是徐根宝干的 这不是浩海东编的吧 当然我禁赛啊 他把所有的这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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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刚 一个球员能决定一个球队的命运吗 扯淡是吧 你是没谢不可能 对啊 你只是说 起到一些关键的作用 但是你不能决定一个球队的命运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有了他 你就会就一定是冠军 没他你都不就小组都不出现 不可能是吧 如果这么依赖一个人的话 这就不叫一个整体 为什么说足球这个行业 是特别特别好的诠释了 球星啊球员啊整体啊 集体啊跟个人啊所有的这些 关系里面特别好的一个呈现 没有球星行吗不行 但是你要说 光是一个球星也没用 这些东西都是相不相成的 但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完蛋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独裁 他要党说了算 这帮孙子又不懂 这下坏了 这里面就是特别多的矛盾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会很多的这些不安定的因素 就会出来 包括就最后会出现 像这些徐文宝这些人 包括现在的国家队 他们出现的问题 现在外援一个所谓的规划啊 也没了啊 有些队员开始所谓的有伤啊 有不不去这个这个这个 打比赛了啊 因为他们感觉肯定输嘛 所有的矛盾都会越激越多 而且 根儿烂了 都是假肚黑 没法有清训 啊 就在前一段时间 华夏幸福 俱乐部 从总经理到下面的 梯队这些 你说清训 怎么清训 十几二十多个人全部被抓 都有梯队都有清训的教练 啊 就在前不久啊 二十多人 从总经理到下面 你说他怎么搞情绪 这就是 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看到了一些细节 啊 就是那么短短的这一领 一个转身 就能让你 绝 定性的 你能不能 传出去这一脚 你会不会让人家 挤到一个地方 球丢 和最后 哎出来 把球 传到 无人的地方 和更有威胁的地方 这就是 中共 中国 现在和日本 和世界 最高水平的 差距 跟人种 跟体能 跟强壮 跟跑多快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西班牙所有的这些 这些人 你说他哪一个 有身体素质 能有比 这个案例说 北欧人强吗 比东欧人强吗 比我们中国人强吗 又瘦又小又矮 对吧 这些东西 不是 这个概念 刚才的你们看见的那个小孩 绝对不是因为他 跑得快 跳得高 力量大 他把球传好了 对吧 他是会踢 他在这儿 你抢不着他球 是吧 这就是人家 十岁练的东西 徐根宝十岁练个屁 他懂个屁 再告诉大家一个 徐根宝没有练过谁 郝海东不是他练的 我从十岁到十八岁 八一岁 我进了国奥 范志毅不是他练的 他是 他不在上海 徐根宝 对吧 他在北京 他唯一练过的 就是高洪波 高洪波在崇文区体校 到底是作为前锋 是不是他练的都另说 很可能是王继莲 因为当时的教练员 王继莲也在崇文区体校 那是中国踢得非常好的前锋 继张鸿根之后 应该是踢得最好的 那徐根宝不会踢独球 这个孙子就会拍马屁 送礼给年维四 他得来的这些所谓的 国家队的 他能当国奥的教练 什么款 这些孙子包括他后来执教 都是给足协送礼 大通裁判 弄虚作假 他连考个试 开汽车 他最后为了能过关 他在自己的党风玻璃上写着 天上一个 我是徐根宝 真的啥呀 你去问 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他们的轻信教父 咱们中国培养出了所谓 吴蕾他们这一批人 你说他能赢日本吗 还甭是赢日本 泰国都快赢不了了 新加坡 0比5 泰国0比5 就是前一场是赢的是 印尼 80 80 80 就是他们赢的这两场球吧 你看看他们的这个数据 他们的控球率是多少 对 郭东王你知道 一个球队 控球率不到40% 30都到不了的时候 你想想这个实力差距有多大 中国国家队赢了这两场球 跟印尼 跟巴林 都控球率不到30% 郭东王你说 这还叫一个层次的队 这不就是假赢假币吗 对吧 你不知道万达跟什么沈阳海师 对吧 3比0的球 只是他通过一些手段 他不知道赢了一场 我靠 你替市场试试 对吧 你整个的实力 就是这种水平 还得有一些做工作 这些肯定是 但是呢 他们这时候 可能就不让规划上 你看吗 他们有了 就开始了 现在肯定出现 内部有些问题 但是 这些人 他终于明白了 主教练 也都告诉主席的人 你们不用盯着日本 韩国 伊朗 什么 你们就盯着印尼 巴林 沙特 把他们的福尔盖拿了 你们不就前四 前三了吗 对吧 你们管日本呢 因为你们永远 也跟人家没什么关系了 这 踢足球 跟人家日本 韩国 伊朗什么 有啥关系 对吧 只是 他们通过 这一段以后慢慢的 真正的知了 人家主教练 真正在国际上 那个EY 人家也是 就跟米卢一样 都混了多少年了 在欧洲 在亚洲 对吧 当巴林的教练 当阿曼的教练 当什么伊朗的教练 开玩笑嘛 对吧 人家在这真正的游历 真正的在足球行业里面 人家是知道的 所以 诶 这两场 中国足协 这帮孙子明白了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啊 赶快吧 弄吧 诶 诶 跟裁判 没问题 大家 在世界杯外卫赛 必须拥有你的优势 这是肯定的 啊 但是 你有优势 都不见得能赢 但是你要 不有优势这些 你肯定输 啊 你还不说赢了 你连平都没有可能 我们最后的没出现 97年 那是就是人祸 啊 根本跟天灾没有关系 我们的客场已经很牛逼了 啊 平这个这个这个沙特 那是 平卡塔尔 赢科威特 什么概念 啊 你在主场随便 你把这个队 拿完 九分 你不出现吗 你管伊朗干什么 对吧 最后伊朗都比你分 会少 如果你赢了沙特这一场 是吧 就是 一个球的事儿 反正一点球罚禁 我们97年 98年进法兰西 进法国 就是这样 是吧 你们不要看见某一场球 某一个东西 被这些孙子 不明白的人 包括咱们的媒体啊 什么这些 都是各有各的心怀鬼胎 啊 啊 利益集团 他们跟足鞋 各个的人的出角 啊 在里面的利益 共产党别的本事没有 互害的本事一大堆 他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 这一个团体好的 没有一个 就包括现在的习近平 你喂吧 他身边所有的张王 李戴江什么 没有一个人希望他好 对啊 都是给他挖坑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 包括现在的国家队 是吧 只有中国租协内 真正管国家队的这个人 或者他头上无纱帽的这一个人 哎 利益集团 他们这一小撮 才能去 其他那些人 不给你挖坑就不错了 所以他们现在明白 哦 原来是绝对应该这么干啊 信任主教练 甭听这些这样的外面的声音 包括这些 一些队员呢 是吧 什么吴磊这些 雪马这些在这儿 还弄了一些利益啊 什么要挟那个 哎 按照足球的规律 按照这个真正的更衣室的啊 能去左右了的 坚决的信任主教练 让他自自我的能发挥出来 是吧 能管理球队 这些东西 最后还能有一点点的 好成绩吧 就是还能赢两场球 跟足球水平没关系 啊 对啊 他跟足球 当年 吴里河进世界杯 是吧 哇 万众欢呼游行啊 包括进来 霍英东 霍振臣都被赶出去啊 什么薄熙来 他们进来祝贺 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擦完鞋 我弄了 我我我我说 比赛之前 我就跟严世多说 我说你今年不出现都不行 第二 我说你就这样出了线也没用 我说你俱乐部所有的 没有任何的 你的基地主场 你的建设 没有 我说你光出个世界杯出现 有啥用 你你你回来一样吗 还是假度黑吗 还是没有这个这个土壤 还有没有没有体系吗 啊 这就是我当年跟他们说的 二十多年前 现在 依旧吧 对吧 他们该去把场地画小点 该去弄虚作假的 该去全场虚 这些人家的国歌 这是可怕的 那你不改变这个 这个怎么改变 只有灭了共产党 你不灭 没法改变 啊 这他们的土壤里面 就会出现了这种 几万人 虚对方奏武的国歌 啊 这不是 简直都都 国动知道 我们哪一个 出场 不管在国内 在国外 当国歌奏起的时候 大家还是心里面 对吧 有一种自豪感的 大家都会很尊重 我靠你的观众 你的那 还没有什么 你为什么要虚我们呢 是吧 你跟输赢 没有关系嘛 对吧 你跟足球经济 跟场上 你赢了我们 没有关系 包括你贺道财 包括给你的球员加油啊 包括 发点球的时候 你起哄都没关系 对吧 但是 这国歌的时候 最基本的尊重嘛 交战双方之前的礼仪吧 对吧 这都是很 我们经常 在中共都不行 那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这个时间关系啊 我给叶霞 还有一海洋帆 还有国动 每个人一分钟 哈哈哈哈 我就不说了 一海洋帆 杨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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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就是 咱们刚看了个小视频 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们小时候 在这个体操馆训练的时候 当休息的时候 或者在这个训练前热身的时候 我们就喜欢玩这个控球游戏 那这个游戏实际上足球运动 它是一个我们说竞技体育 而且对抗性非常强的一种运动 那这个在这种训练就寓教于乐 就在玩当中 他就学会了怎么去控球 怎么去传球 怎么去对抗 怎么就面对人抢球 这种人的这种压力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怎么轻松的去化解 这就是在玩当中 他就逐渐就就玩的 他自己就掌握了 他自己就学会了 那这种东西在中共就不行 哎 他觉得这个是玩 这个玩怎么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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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玩出水平呢 哎就要你练 怎么练呢 就是按照他的练 他怎么练呢 就瞎练 他怎么练呢 他告诉你一天让你尊重科学 但是他就是反科学的一个群体 是吧 他让你无神论是吧 他信神啊 他歪门邪道神他都信 是吧 所以这种体制下 你怎么可能出人才 怎么可能出运动 就像郝总之前说的 中国足球就是中国的缩影 实际上再浓缩一点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影 那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一批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就是自己拉出屎 然后度个精 然后他就就给你死结败来说 这就是一坨精 啊 就这么恶心的一群人 然后呢 拉低中国人的这种道德素质 拉低中国人的整体这个素质 你说未来如果大家都排华 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 能说出口呢 尊重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的时候 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就是后续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可怕 表面上看似 这个就真正的是 就像大清倒了之前的这种预兆呀 在中国这个共产党倒之前的 所有的这些前朝出现的问题 他们都出现了 是吧 我们说这个这个家伙快临死之前的 这些征兆已经全部显现了 所以未来就像文贵先生说 2025年一定找不到共产党了 你就可以看到在各个方面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希望这个日子一定要在2025年 让共产党再不要再找不着了啊 我们回国就像郝董说的 一定我们把最好的运动最最优秀的人才 带回重新带回到中国去 让中国这片之前的人们称的神州大帝 一定要让他重新有神 然后神州大帝重新回归人类 做一个真真正正堂堂正正有尊严的一群人 谢谢 感谢 还有两个视频没放啊 咱们新中国联邦呢 说二代 说三代 怎么去少年培训啊 其实我是在欧洲这周十多年了 包括结合在国内 下起来 就是我们回答 我们回答